那我们来想吧 怎么样集成啊 集成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要选择一个基础的模型做集成吧 之前讲那个集成算法的时候啊 咱们是不是说 哎呀 在集成的时候啊 其实不拿决策数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啊 但是大家可以想 现在你看到这些什么提升算法啊 随机森林啊 是不是都拿决策数去做的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啊 这个东西也不需要大家去证明 已经啊科学家办法证明出来了 数模型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模型 用数模型啊 构造一些集成方法啊 它的一个效果 要比其他算法要强一些的 然后呢 集成算法怎么怎么做啊 咱们要去一个一个的去加吧 那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去加的 一开始的时候相对什么 一开始啊 相当于是 现在啊 拿到了一个任务 把数据处理好了 然后呢 我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啊 咱们现在一棵树都没有 这是啊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那接下来要干什么 接下来啊 我要往里加进来一个树模型吧 你看这是我第一轮 第一轮当中啊 加了一个FEX 相当于啊 我是加上了这么第一棵树啊 加了这么第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干什么 然后还有第二轮吧 第二轮我要干什么 第二轮我要再加进来一棵树吧 再加进来一棵树的时候 我是怎么想的 我说前面是有一棵树吗 我不说啊 前面是有棵树 我说前面的东西 我暂时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整体了 你有一棵树是一个整体 你有十棵树也是一个整体 不管啊 前面有多少个东西 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整体 为什么可以当成这样一个整体啊 大家可以想啊 前面就是假设说啊 咱们构造了十棵树 这十棵树是不是已经定下来了 已经定下来之后 它就永远都不会变了 永远都不会变了之后 当前的效果是不是也就定下来了 之前我们就说啊 当前面是个树有一个效果 把这个效果当成是一个整体 就完事了啊 我们不说前面是多少个树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整体 你看 这块是前面的一个整体 虽然说它就一棵树 在整体的基础上 又加进来了一棵树 这是我的第二轮 做这样一个事 然后呢 咱们就不说第三轮 第四轮了 直接说第梯轮啊 在我的第梯轮的预测模型当中啊 它是什么啊 它是说呀 我要保留前面的梯减一轮吧 把前面的梯减一轮啊 我现在都当成是一个整体了 在这梯减一轮的基础之上 我又加进来了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新的函数呢 能够使得呀 咱们整体的表达效果会更好 这就是我第梯轮做的一件事 那大家来看这样一个流程 流程当中怎么去做的 每一轮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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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插迪步骤当中啊 咱说说咱们指定一个数的个数是100 是不是相当于啊 咱们串行的构造了这100个数啊 一次一个往里去加 然后啊 咱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啊 哎呀 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难了 每一轮加进来的数 应该长什么模样啊 是吧 你只要知道这点 我们就可以求解了嘛 那对一个数模型来说 当你加进来这个数模型 怎么样切分 怎么样选根接点 你告诉了我这个东西 那我就可以去做了 说白了 怎么样构造新加进来这个数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的一个目标啊 就是有这样一个式子啊 这个整体表达啊 看起来还比较长 说白了啊 就是像我说的 加进来一个什么样的模型 它是比较合适的呢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后面还有这两项 这两项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什么叫我们EFT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看这个 它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啊 当我去做这个提升算法的同时啊 我加进来什么 我加进来的还是一个数模型吧 那还是一个数模型 咱们之前怎么讲的 数模型当中啊 是不是我要对数做一个惩罚呀 我要做一个正则化的惩罚项 不是不光是正则化惩罚项 我还要做什么 我还要别让我这个数太庞大吧 那别让这个数太庞大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咱们要限制数的一个 就是yes的一个个数吧 我们在这里啊 就是在差距离步的当中 通常呢都会啊 对数做一个惩罚 别让数模型太庞大 跟咱们之前讲的东西啊 是一样的 在这里啊 你看我加上了一项 加上了一项就相当于是 我对数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惩罚 别让你的数模型太庞大 别让你的参数 浮动的差异更大 这什么啊 这是L2正则化吧 咱们在那个信用卡检测当中啊 是不是说 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L2 表示这 让你的模型什么样 不让这个东西浮动太大 让这个东西啊 稍微平稳一些嘛 就是这个意思 举个例子吧 这个东西咋算啊 首先限制什么 限制椰子的个数本 几个椰子啊 在这里是不是有三个椰子啊 三个椰子前面有个系数 相当于是 你对椰子接点啊 它惩罚的力度是有多大的 右边什么啊 二分之一蓝盘的 蓝盘的什么意思啊 也是一个惩罚力度吧 W模平方L2的一个正则化惩罚 就是啊 要把数啊 做了一个限制 限制哪两点呢 一般我们限制两点够了 叶子的一个个数 权重 做一个正则化 这基本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这里咱们来看吧 惩罚完了之后啊 然后这个跟那个图差不多啊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呢 就是啊 我们后面还有两个小尾巴 小尾巴当中啊 就是对我的一个数 又进行了一个惩罚 那接下来啊 咱们的一个问题就来咯 这个东西 我们该怎么样 进行一个求解啊 求解的时候啊 就是在这里 我们做了两个事啊 就是要保证两方面 一方面要干什么 一方面啊 要保证的就是 咱们是有预测值 还有我的一个真实值吧 我要让啊 预测值和真实值 之间差异最小吧 这是啊 这是一个基本思想 所有的一个机器学算法 都有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吧 这个啊 是一个前提 然后呢 另一方面什么 另一方面 我要让我的一个数模型 能够更加的一个精简吧 数模型更精简怎么样啊 相当于 这就是一个惩罚项 让惩罚项值最小 不就完事了吗 说白了 把你的惩罚项 加到你的目标函数当中 一组合 这不就得了吗 相当于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啊 满足上面两点了 一方面要干什么 这种目标函数啊 第一方面 让我的残差稍微小一些 就是第一步 另一方面 让我的正则化 让我的模型更精简一些 这个呀 就是啊 这个这个是比较简单 这给大家说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啊 咱们要让 我的一个结果更好 让数模型更精简 呀 那这个问题啊 突然就来了 这个问题 你说咱们该怎么样 进行一个解决呢 现在好像来说呀 我已经有了一个目标 有了一个目标之后啊 这个目标该咋解呀 这里啊 这么跟大家去说吧 可能啊 大家一看到这篇PPT的时候啊 心里一嘚瑟 我哪个去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啊 这个东西 不要紧啊 就是大家先去理解 我们先不去去管这个东西 为什么能去这么做 所以呢 涉及到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Tiler展开 咱们啊 就是直接把我的一个Tiler展开啊 拿出来 然后直接去用 至于为什么Tiler展开是成立的 这个东西啊 咱们去问一下我们的数学科学家 但是我觉得啊 我觉得大家啊 就是没必要去深究啊 就是数学上的一个定理 因为这个定理啊 从头到尾去证明起来啊 不是我们能去做的一件事 科学家证明出来了 这个东西能这么去做 咱们就直接用就好了 这个我们就不再非常严谨的去解释这个问题 这里呢 有这样一个Tiler展开啊 Tiler展开就是说 现在呢 我有一个FX加上一个ΔX 加上一个ΔX之后啊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呢 这里啊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去做一个约等于 这个约等于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原始啊 我们有这样一个东西 好比什么啊 这是你原来的模型 你往里边新增加了一个模型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解呢 原始的问题解啊 看起来稍微我们抓不住一个头脑 不知道怎么去解 那把这个问题啊 给展开一下吧 Tiler展开啊 就是做这样一个问题 得到一个近似解 近似解啊 也是能满足咱们的一个需求的 在这儿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啊 有这样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Tiler展开 做了一个近似解吧 近似解整个什么啊 这是我之前的这个模型 然后呢 现在啊加上了一个德泰克斯 加上了一个德泰克斯 加上了一个德泰克斯之后啊 约等于什么啊 约等于我的一个FX 再加上一个FS导数 乘上一个德泰克斯吧 接下来呢 又加上了一个二分之一 X的第二节片导吧 也就是说啊 现在啊 我把我当前的一个结果 哎 这边掉线了吗 现在 哎 谢谢 谢谢 现在能看见吗 我看 管理员给我打电话 说我掉线了 哎 能能听见 能有 能看是吧 啊 说打电话 说说说我掉线了 那我不管了 这块 就是我的一个 再加上一个二分之一的二节片导 再乘上一个德泰克斯 德泰克斯的一个平方 就可以了吧 这个呀 就是我们的一个泰勒展开 在我的一个泰勒展开当中 我们要做什么 我现在就把原始的一个问题 进行了一个转换 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原来的模型 一阶导 还有二阶导 跟它呢 相关的一个整体的表示了 那这里啊 咱们来看 对于上面这个事来说呀 如果说 哎呀 我看这个一阶导 再看一个二阶导 看起来比较不爽 是不是 有个导数这个东西 我给它起一个别名吧 看一个别名应该是稍微更舒服一些的 我说这个GI啊 相当于什么 我说GI相当于是一个一阶导 然后呢 我又说啊 我的一个HI相当于是一个二阶导 那原来表示了有什么啊 原来的表示当中啊 是不是说我现在就等于一个小GI 再乘上一个FS 再加上一个小HI 再乘上一个FT的平方啊 FT是什么 FT就是我的这个德塔X嘛 这就是我DT轮要加进来的一个模型 德塔X方呢 就是我DT轮要加进来模型的一个平方 就是这样一个式子 那现在啊 把它都落下来了 都落下之后呢 我加上了一个我命FT 加上了一个常数项 因为啊 在我之后的约分当中 肯定会出现一些跟常数项相关的值吧 只要出现了 我就说啊 咱们把它啊 通通的放到常数项 那也就好了 我命FT就是我这个决策数 它的一个一系列的先知条件 那现在啊 是不是说我把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一个转换啊 转换成了我的一个新问题了 那对于这样一个新的问题来说啊 咱们来看 这是什么 XI是我的一个样本 那这里我们怎么办啊 我要对每个样本都进行一个求解吧 最终啊 求每个样本的一个总和吧 这是我现在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这个小GI 小HI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过了 由于啊 有这样一个态度展开 我就说啊 它是一阶导 它是二阶导 分别有这样一个事情的 那接下来看起来就是 我们只做了一件事 只做了一个态度展开 那跟我最终的结果有什么关系啊 咱们还得再往下来看